因此反共振動 橋 box 就可以彗彬承移動的空間 隧藏的空彎是近景、中景、遠景 Turk 在纸里产生气魂就是中国话的关系 中国话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利用墨的关系 传统下来就是焦龙重淡清 清水入纸,然后你再用一些淡墨 再撞入清水,而走出那种墨气的混合 和刘伯的空间结构 这个编排就是画家的收养和经验所得 任何艺术作品都有隐喻 在这个障碍里面将一个平面作品的空间里面的语法 中环,交错 有时我会用一些传统的地象 但有时我用一些比较抽象的几何 带入一个空间里面的组织和空间的穿插 其实我是想突破一个平面的空间 转化为一个密像空间 里面的图像可能是有些传统的东西 去用移印方法 有些就用一些繪舍去连接传统一些关系 在这个地方 其实从八五年开始 我才正式再重新在自然社生里面 发展我的水墨道路 我现在画画没有特定一种纸张 也没有特定一定是用纸的 暂时都是将传统与现代之间 去融入来一个新的方向 前年去澳门 在酒店 困了十四天 不需要出去 那我就在房间画画 那这些就带着一些纸去画了 画完之后呢 就回来再改 艺术的创作呢 是你不停不停去做你的尝试 最重要是你尽了你自己 是对你的画是真诚 做到你这张画呢 满意 就已经好了 另外一样东西 现在教画 就是想一下那些学生 回去怎样教他们 用什么方法去教 只不过是尽我的责任 去将我自己的经验 来去帮他们学一些东西 增加一些知识 没贵回一整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